而县议员吴建智则质询的时候 对于华林县政府在推动SDGS永续城市的经济产业链 与县政府相关局处进行了解目前的推行成效 希望县政府能够透过永续经营的商业模式 带动创业商机 县议员吴建智也持续关心华林县政府推动SDGS永续城市 对于华林县政的未来产学经济健全的发展 共好前行打造城市的永续力 永续发展核心目标12项促进绿色经济 确保永续消费以及生产模式 与华林县政府相关局处是进行意见的讨论 并且希望透过永续经营的商业模式 带动相关的商机 希望县政府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模式 能够带动我们所有的创业跟就业的商机 那希望能够拟定更明确的方向跟政策 比如说产业的一些补贴 或者是针对一些我们的政策 我们有实施什么样哪些的一些补助 包含我们的绿建筑的部分 将来我们将来我们县政府所有的重大的工程建设 希望都能够朝这个绿建筑的方式 那我们花莲为全国首创的这个示范基地 这是我想这是我们当务之急 希望能够在下一个会期能够看到 县政府能够拟定出更多更好的政策 然后吸引所有的这个创投业者 还有包含这些年轻的创业业者 有一个方向好逸循的政策的目标 所有要来花莲县政府的招商引资 花莲的投资的方向有所依据 推动的状况 目前因为相关的这个 尤其是这个青年发展中心 推出了相当多的一些课程讲座 我想都是能够这个提升 大家对于这个永续城市的一个概念 那我想除了这个概念之外 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动作就是拟定政策 那你一定更好的政策跟方向 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这个投资业者 都能够有一个方向好依循 政策的补贴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